黨內黨員投票之後民調 雖然黨員投票結束之後 整個處選就結束 但是因為派系的一個動員 過度的一個動員 造成說在2008年 確實在整個整合上 花了很久的一段時間 那時候蘇伊朗又跑去美國 那市院長李賢夏斯哥 跟蘇伊朗又趁回來 就在整個花很多時間 當然這些2008年選出的原因 有很多 但是這個 我們是因為你們的無團結 影響很大 所以這次特別不一樣 記者都聲音很清楚 無團結一定輸 團結不一定贏 所以你看民調 馬英九的民調 他有可能說30% 這次我們雖然贏7.5% 小英也7.5% 所有人贏7.4% 但他有可能說 所有馬英九的民調 只有30幾% 不可能 這很多的這種 藍軍的選民 他只是從藍軍 移轉到這種所謂的中性選民 或者是不表態的選民 台穿到底會把民進黨 會不會還是回流回藍軍 這個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驗 所以一開始其實所有民進黨的質疑 都要求說好選人的頂贏 或是好選人本身 一定要團結 不可以給最公敬 所以我覺得這次包括蘇院長 或者是蔡主席 甚至包括許新娘 這個選舉都沒有給最公敬 沒有批評對方人流派聽的位 包括說會比較扶選的幹部 當然對事情的看法不一樣 蘇媽媽或是唯一之死 大家意見不一樣 但是都沒有口出惡言 至少雙方的陣營的主要幹部是如此 這是真難點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其實這次2012年 民進黨如果告訴我 有辦法真正說大家把2008年這個 糾紛放在心裡 大家好好拚 我覺得2012年不是沒機會啦 當然你說2012年要贏 團結還不一定會贏 要怎麼贏 這大家要重當最辦法 跟我們民進黨團結 大家的所有力量 跟台灣社會 支持我們民進黨 這些所有力量集合 這樣才有可能贏得更多 你這邊有什麼團結嗎 小英有辦法帶搭你們民進黨的團結嗎 我想說蔡英天佑不只說是有抵批 你看他今天包括統媒 或是說過期在初選這個過程 這統媒比我們更關心民進黨的初選 每天都做投辦投條 每天的康英節目每天在練 一個唯一支持的事件 或是說蔡媽媽的事件 他要練幾六天 但是你看雙方的事情 比你更關心 對比我們更關心 他本身不為所動 你包括說今天 一些統媒也在說 藍營也在說 民進黨要運勢 這個蘇英就是要吞下去 但是蘇英有第一時間 我不要說只剩下運勢 大家要團結 為了民進黨大家要拚 但是我覺得這個蘇英電話的地位 實在是這麼不簡單 是